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挨着给您说书 打今儿起啊 咱们呀,算是过年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儿啊,是腊月二十三 小年 我们家门口啊,这有句俗语 叫二十三糖瓜粘 那这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今天啊,是祭灶的日子 您早上起来啊 您先给这灶坑上了香 然后呢,供上这草芥,料豆,关东糖和一碗凉水 这糖瓜是什么东西啊 这糖瓜啊,是麦芽糖的一种 把这麦芽糖啊,做成这个窝瓜的形状 当然这不大啊 我见过最大的糖瓜啊,也就拳头大 小的呢,比栗子稍微大一点 这好的糖瓜啊,讲究是酥脆不沾牙 那这草芥,料豆和一碗凉水是干嘛使的呀 这个呀,是给造王爷的座脊 那头小毛流预备的 这又有座脊,又有干粮的造王爷要去哪呢 哎,造王爷呀,又上天演好事 这俗话说呀,这造王爷是一家之主 他呀,在您家记录了您一家人一年的德行 今天呀,就由上天到老天爷那儿汇报去了 这汇报完了啊,还得回宫降吉祥 哎,可是啊,您啊,不去南纸店啊,买去呀 他是回不来的 到南纸店,您选一张啊,新的造王码 这造王码漂亮去了 花里胡哨啊,他喜性极了 中间呢,画的是造王爷和造王奶奶 两边啊,有的时候还画着同男同女 这恭恭敬敬啊,治治成城的 您把他呀,抱到家里来 然后呢,把这造王码子呀,摆在这造王坎里 哎,我们家住的这个位置啊 地理上比较有意思 从这儿啊,往东 一百多公里,管这个东西啊 叫仙界格子 往南啊,走四十里地 管这个东西呢,叫仙界楼 这宝学知识呢,您掐指算算 算算我呀,他到底住在哪儿 您瞧呀,这一聊上民俗就没完了 咱们还是啊,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今天啊,咱们继续说这乾隆皇帝的嫡后 也就是这孝贤纯皇后 昨天咱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 这孝贤皇后的家庭背景 今天啊,咱们要说说 这孝贤皇后和这乾隆皇帝 这两口子婚后的感情如何 您可能啊,听说过这么一句话 叫做树大招风 这乾隆皇帝在友情十二地当中啊 那可能算上是一棵大树 所以说呢,关于这个乾隆皇帝的传闻呢 就特别的多 那么归到咱们今天要说的内容 这乾隆皇帝两口子的关系啊 也是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 雍正五年的七月十八 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弘历与这个傅察氏成婚 这傅察氏呢,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 那这么算起来啊,他比这弘历就小了一岁 这结婚那年啊,周岁十五,是须岁十六 那咱们啊,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位傅察氏的这个生育情况 雍正六年的时候啊,给这弘历啊,生了长女 可是一年后被夭折了 雍正八年六月,又给这弘历 生下了次子永脸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又生弘历第三女 雍正十三年的时候 这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 这弘历啊,成了乾隆皇帝 没想到啊,这在乾隆三年的时候 这永脸呢,也早伤了 这乾隆皇帝非常伤心 因为这永脸呢,虽然是次子 但是他是嫡子啊 这乾隆登基的时候 就秘密立储,立了这个永脸啊,为太子 可是谁又想到,这太子啊 这么早早班班的,就顽固了 于是啊,赐了个嗜好 叫敦惠皇太子 就埋在了现在济县 黄花山脚下的太子元秦 乾隆十一年的时候啊 又生了这个皇妻子永从 可是很不幸啊,转过年来 也就是乾隆十二年的十二月 这永从啊,就夭折了 咱们暂且啊,先把这些早要了的皇子们啊 先放放 因为啊,咱们在故事里还会讲到他们 咱们接着聊啊,这傅茶室的婚姻生活 这当年皇子弘历同傅茶室 他们俩人结婚的时候 这个新房布置在哪啊 哎,您想错了 还真不是紫禁城的重华宫 虽然弘历和傅茶室 当然了,还包括这弘历的其他两位侧附近 一位呢,是高氏 另外一位啊,是纳拉氏 在紫禁城当中的居所呀 是在重华宫 哎,那会儿啊,还不叫重华宫 这重华宫啊,是乾隆皇帝登基以后 才把这个地儿改的叫重华宫 原来啊,叫西二所 那说了半天,这新房到底在哪呢 这新房啊,在圆明园的长春仙馆 我想这雍正皇帝 之所以把他心中的皇位继承人 这个四儿子弘历 这婚礼大典安排在圆明园的长春仙馆 那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紫禁城当中举办婚礼啊 有很多的志士 当然了,这规格最高的 那必然就是皇帝大婚 可是呢,这会儿弘历啊 他还不是皇帝 按照组织呢,在紫禁城当中啊 并不能给他举办盛大的结婚典礼 所以啊,为了热闹 这雍正皇帝才把他们的婚礼 安排在了圆明园的长春仙馆 虽然史书当中对这个婚礼啊 鲜有记载 但是你想去吧 这场婚礼啊 那惹定办的是盛大空前的 当然了,这两口子啊 在结婚以前住的最多的地儿啊 还得说是紫禁城的重华宫 这乾隆皇帝啊 就曾经在重华宫祭当中 这样回忆到 他说呀,这个旧坚不能忘也 是以四十八年以来 元旦除夕 无不于此手作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这个旧坚呢 那这个旧坚呢 指的呀 就是这个孝贤皇后 说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个皇后死了以后啊 四十八年以来 每到元旦除夕 我都必须来重华宫当中啊 少坐一会儿 思念一下以故去的皇后 在清史稿当中 记载覆察室啊 是一位非常节俭的人 即便以后做了皇后啊 也是非常的节俭 清史稿后非力传当中 是这样评价着覆察皇后的 后宫简 平居以通草荣花为事 不欲诸碎 碎时以陆高蒙荣 至为荷包尽上 仿先官外一至 是不忘本也 上慎重之 那么在这一句话当中啊 叙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啊 说这皇后啊 这个生性就节俭 说这皇后对这个珠宝玉器 金簪拆还啊 不感兴趣 那么皇后平时以何为事呢 你看上面写的清楚啊 通草荣花 您可别理解错了 说这个皇后的饰品呢 就是通草荣花 实际上这通草荣花啊 是一个词 是用通草制的荣花 那么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通草绢花啊 是以通草为原料 趁这个通草湿的时候 趁湿 把内径取出 结成段 然后晾晒干了之后 做成纸片状 那这种材料 它纹理啊 细软洁白 有可塑性 经这内务府的工匠加工之后啊 这种通草荣花啊 质地柔和色调秀呀 和这个真正的花比起来啊 又柔美很多 那么这么说起来的 这个通草荣花啊 虽然材料上啊 它取自于自然 但是呢 从这个材料收集 以及制作工艺上 说起来啊 非常复杂 并且呢 内务府当啊 是这样记载的 乾隆六年以后 这通草原料啊 到宫廷的供奉巨增 乾隆十三年以后啊 这供奉瑞茧 到了十九年前后 这通草制品 在紫禁城当中啊 就已经绝迹了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乾隆六年的时候啊 那一年是孝乾皇后 三十整寿 造班处啊 为了给皇后贺寿 那肯定是做了不少 皇后喜欢的通草绒花 十三年的时候啊 这皇后驾崩了 所以啊 咔嚓的一下子 这进贡的通草制品呢 就少了 十九年以后啊 就更没人用了 所以说呀 大概其这通草制品呢 在皇宫以内 乾隆年间 只有皇后一个人喜欢 其他的嫔妃啊 哎 根本就不爱戴 那由此可见呢 以通草花为事啊 完全是这个 孝贤皇后 个人的喜好 和这个节俭呢 大概不发生什么关系 实际上呢 这通草龙花的工艺啊 在宫里和点萃工艺 那是齐名的 虽然在原料上啊 它不失注意 但是在宫义上啊 那也是一物难求啊 说完了这句话的前半句啊 咱们就得说说这后半句了 这后半句啊 那还有一个小故事 乾隆十二年的时候 秋天啊 这乾隆皇帝 带着这个皇后 以及嫔妃们共同啊 侍奉着自己的老妈妈 就是孝圣皇后啊 哎 就是甄嬛呐 一同啊 去这个东北的圣经啊 祭祖 在这一过程当中啊 这皇帝皇后 看现在这满洲的达官显贵们 包括呀 在关外居住的这些 一彻满洲们 现在所穿的服饰啊 都是非常的奢华艳丽 然后呢 这皇上跟皇后说 说这皇后啊 你看啊 当年我听啊 这圣祖爷 我的爷爷跟我说过呀 说我们过去满人身上啊 可没有这么多金丝银线 过去呢 都是用黄色的陆伟荣 搓成石 然后啊 再把它边绣在衣服上 后来有的学者解释啊 就是说这个皇后啊 用那个陆伟荣 纺制成石啊 绣在了一个荷包上 送给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很高兴 实际上这些学者们啊 都是嵌读服饰史 这满洲人啊 在这衣服上 做文饰的方法啊 都是这个边缝法 也就是啊 把这个陆伟荣啊 纺成线之后 在衣服上啊 编成花纹图案 然后用针呢 把它缝制在上面 根本呢 就不是绣活 您想想吧 挺粗的 用陆伟荣 编成的绳子 再拿大针条啊 绣在过去满足的皮袍子上 那不是瞎说的吗 实际上啊 这叫编缝法 就是把这个线呢 摆成图案之后 缝在衣服上 而且这里边 它还有一个出入 皇后给皇帝 缝制的这个东西啊 根本就不叫合包 实际上啊 它是一个随囊 是用来装啊 这个火绒 火帘 以及随食的 在民间做随囊啊 通常就是用皮子 为的就是防水 可是到了宫里啊 已经成为了装饰物品 这皇后啊 给这皇上做的随囊啊 就改成布的了 这皇上呢 非常喜欢皇后娘娘啊 送的这份礼物 于是啊 就一天到晚 它都挂在身边 并且消贤后 所亲手缝制的 这件随囊啊 一直留藏到了今天 那么这皇帝 就没送给皇后娘娘 什么礼物吗 说到送礼物啊 皇帝要是送给皇后 什么珠宝首饰啊 那都算是俗气的 这乾隆爷给皇后啊 送了一件非常大的礼 让这皇后娘娘 在整个国家 社会层面的地位啊 提升了不少 那这是什么呀 是皇帝啊 为皇后恢复了 亲残礼 中国历代皇帝 都称自己啊 为农丧大国 这农丧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啊 反映到老百姓身上 就是衣食 那体现在生产生活当中呢 自然就是男更女之 清朝入关以后 在顺治年就恢复了亲更礼 就是皇帝亲自更地 到了这一天啊 这皇帝带领大臣 一块啊 到仙宗潭 去耕种他那个一亩三分地 这亲残礼啊 是皇后主持的 这前后呢 一共要费时啊 一个多月 他为什么呢 因为这跟亲耕礼 他不一样啊 亲耕礼 您皇上赶着牛 喝出地来 撒上种子 哎 盖上土 就算完事了 这亲残礼呢 是因为这残呢 它有个生长的过程 这采桑未残到波斯收检 一直啊 到仿下残司来 它必然得有个过程 亲更礼 以及这个亲残礼啊 虽然这过程和仪式非常的繁琐 但这无疑啊 是皇帝和皇后 亲自主持的巨大的社会活动 那就更加印证了 这皇帝与皇后 是帝国的男主和女主 所以通过亲残礼啊 皇后在民人心中的地位 大大的提升了 这还不算是皇帝给皇后 丰厚的礼物吗 哎 这皇家的女人呢 她不缺金银 要的呀 就是这个脸 得嘞 今儿啊 咱们这故事就到这 明天我给您讲讲 这皇后驾崩前后的故事 哎 这会儿啊 这流言蜚语 以及传说呀 可就来了 咱明天呀 好好掰着掰着 这乾隆皇帝和皇后啊 到底是面上的关系呀 还是恩爱夫妻 您早歇着 咱们啊 明儿见 咱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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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é 感谢观看